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三立八点台剧《金家好媳妇》剧情在先高潮,昨晚播出战功高宇珍反击星夫江洪恩与小三张静之,收视更直冲破五,吸引超过二百万人观看。 其中收视最高点落在高宇珍七眼目睹老公江洪恩和闺蜜张静之滚床,当下竟然强忍悲痛心情,关上门默默离开,然后在记者会上,霸气展开大老婆的反击,让PTT也在短时间内从虚报便推报,网友高喊,等了十几集就是在等这一刻。 剧中天下最傻正宫高宇珍为了家庭美满,原本早已打算原谅老公江洪恩出轨,没想到却又亲眼目睹老公和小三在床上同欢,让他情绪大崩溃。 剧情跳脱以往人气破小三的模式,高宇珍当下并没有立刻上前阻止滚床,而是默默留住泪观上门离开,自己消化被老公背叛的悲伤以及对婚姻失望的情绪,让观众看了反而更痛心。 而高潮不止这样,高宇珍剧中看似傻大子一个,但站起来也绝不好惹,在面对这样的打击后,他毅然决然进行反击,隔天就在记者会上直接掀出老公外语的实情,当场怒山笑三一巴掌,让人看了大呼过瘾。 网友说,新荣觉醒要捍卫自己时的自信跟对观庭的无奈,真动人,新荣最后一刻的致命一击。 黄秋仪,高观庭活该了。 高宇珍七眼目睹老公与小三滚床,当场情绪崩溃。 三立提供,高宇珍在记者会上,接老公将洪恩偷吃小三张静止的实情。 三立提供,将洪恩剧中死性不改,与小三滚床画面还被正宫亲眼目睹。 三立提供。 三立提供。 三立提供。